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一部黑泽民的两个谜地筹款 为其做制片拍摄的电影《英武武者》 16世纪末,日本战国时代,群星割剧 其中以武田信玄、志田信长、德川家康参加势力最大 始终战国三节 1572年,武田信玄击溃志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联军 并为次年包围家康的属地野田城 所谓英武者就是大明的替身 战国时代,生命之势如黄梁之墨,照不保夕 大明的性命,安危影响到本族人的存亡 对领主们就在各地寻找面貌相似的人 作为自己的替身,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武田信玄的弟弟武田信莲 之前一直长期做信玄的英武者 某日信莲在刑场看到一个即将被问斩的窃贼 长相几乎和信玄五叉 与世面留下来培养成信玄的英武者 信玄的军队包围野田城已数日 但是野田城守将十分顽固,不仅如此 每天晚上宠内还传出美妙的笛声 士兵们听了几日到喜欢上这笛声 信玄听闻,便让将士在城下摆个座席 连续听听看,什么样的笛声能感染到我军的士兵 这天,笛声刚开始吹奏 士兵们刚开始扬起耳朵听了 一声枪响,笛声戛然而止 第二日,信玄中枪的消息便传了出去 德川家康和志田信玄 虽然都很喜欢这个消息 但是两人的态度就绝人不疼 家康很矛盾 信玄是敌人,但是却是可敬的对手 不希望就这样死掉 即便是自己赢了也毫无光彩 信玄则非常实际 让手下不惜一些代价去查明 到底是死是活给我个确切的答案 对于信玄来说 当今世上可以阻挡自己夺取天下的 只有武田信玄 武田军从野田中撤退 信玄现在是信玄的勇武者 大军撤退难免人心惶惶 但是士兵们都看到 主攻就在马上 信玄伤势严重 他一生的梦想 就是将自己的旗帜立在京都 不过要是自己死掉了 大家就忘记这件事 另外 自己死后三年不能宣布 好好守住领土 不要停举妄动 如果谁违背了命令 武田家必将灭亡 在军医的陪护下 信玄远远的看到了京都 便死于教中 宣赖是信玄的儿子 不过并不是信玄的接任者 信玄早已指定了自己的接任者 宣赖的儿子 也就是信玄的小孙子 所以宣赖和信玄的关系并不好 自己最多只是个大臣 众臣们讨论 接下来的应对方案 宣赖提出 不能保密三年 宣赖的心思很简单 只要对外宣布 那自己立刻就是武田家的首领 保密三年确实很难 不过早就留了一手 信玄带了一个人 长相和信玄几乎相同 即便是朝夕相处的众臣们 都惊讶不已 在康和信长的手下来打听虚实 看到信玄确实活得好好的 不管是远了看还是近了看 都完完全全就是信玄 勇武者毕竟终归是个窃贼 他打算干完这票就溜 屋子里有个大罐子 封得死死的 看起来里面应该有宝物 勇武者打开大罐子 看到信玄结结实实坐在里面 知道信玄的情况后 窃贼不想继续演了 尽管这种人软用兼尸 窃贼都不干 信玄见事已至此 只能明天就宣布事情了 信玄的遗愿 实际上自己沉入湖底 夏康和信长的手下 也跟踪到湖边 看到那个大罐子被沉入湖底 猜测里面一定是信玄 这下没跑了 几个眼线刚走 窃贼就跑出去告诉信玄 有人知道了这个事情 快抓起来 信玄说 今天就被宣布 大家就被知道了 窃贼看着湖水 想到了自己 本是个窃贼却没被杀掉 能活到现在 有感于信玄的恩情 有信念以及政策们的家族之信仰 窃贼跪地请求 不要报仇 让自己为信玄尽点力 本来准备的告示 内容改成了酒 晚上五天家举行庆功表演 几个眼线跑近了看 确实就是信玄 没跑 沉入湖底的就是酒 马上又到了面临的最重要的考验 面对信玄的家人 如何能演好不穿帮 小孙子一眼就看出来 说你不是自己的爷爷 这种人大吃一惊 引悟者灵机一动 把盔甲带在小孙子头上 小孙子起身对众人说 爷爷变了 我现在不怕他了 众人大笑 危机暂时解除 提升了三名侍卫和两名仆人 是知道真相的 信玄告诉引悟者 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就不会被别人看出来 侍卫和仆人 见引悟者学了信玄的样子 镜像看到了真人 信玄的马叫黑云鞠 除了信玄 谁都不能骑 马费认主人 甚至比人都认得清楚 要是骑马就露馅了 信玄说 主公大病出狱 不宜骑马 六个仲臣说 今晚迎悟者还要与侍协见面 那可就一下就露馅了 信玄说 主人大病出狱 不宜骑马 众人大笑 晚饭期间 侍协确实看出了迎悟者身上的不同 迎悟者灵机一动 干脆说 其实我不是主公 真的 我是迎悟者 不信你问信玄 侍协们被逗乐 这样反倒消除他们的防备 侍协们准备事情 信玄说 主公大病出狱 不宜骑马 得传加康想不通 这么好的进攻机会 为什么撤退 完全不符合逻辑 既然从外表 无法确切地判定 信玄死没死 但是只要打仗 就能一下显露 加康决定 试探性地攻打 武田家外围的城 看看武田家的反应 大家管主公叫山 小村子不知道为什么 侍卫给小村子解释 主公的旗帜上面写的 急如风 静如林 烈如火 定如山 主公就是山 打仗时作战指挥 太平时就在府里 像山一样坚定 军队进攻时 先有骑兵 像风一样发动快攻 再有步兵举起长矛 像森林一样悄然必定 最后有骑兵 像火一样红扫敌军 而主公 则始终在后方观战 像山一样屹立不动 所以全军将士 都全力以赴 解释一下 风 火 林 山 来自孙子兵法 很多大明都用过 在日本 用的最好的 是武田心玄 众将领开会讨论 如何应对家康的进攻 圣赖主张出去迎战 在明知主公 是营武者的情况下 圣赖竟将问题抛给他 着实让信联捏了一把汗 还好营武者学得快 上午教小孙子的话 被自己记住了 营武者回圣赖 不动 像山一样不动 化解了危机 要不说做贼心虚 营武者睡在心玄的房间 晚上做了个噩梦 心玄从那个大罐子 破罐而出 追杀自己 就像在地狱一般的模范空间 家康已连续攻破两座城 圣赖按捺不住 违背了信玄的意愿 主动出兵攻打高天神城 那是信玄在世 都没有攻下来的城 圣赖这么做 无疑会让家康从背后投袭 众臣们决定 必须出兵 用主攻的旗帜 骗过家康 公元1574年 圣赖出兵高天神城 众臣们以信玄的 风火灵山之旗帜 和营武者坐在后方 圣赖感到厌烦 每次打仗 都是插着旗帜在自己后方 身旁的将军也告诉宋赖 你要攻下高天神城 给那些老臣们看看 帮能祝福他们 夜色中 家康的步枪队 乘着夜色来袭 侍卫们为了保护勇武者 勇敢献出自己的生命 用象征勇气的五十刀 抵御黑暗中的龙枪 原本坐立不安的勇武者 被面前为保护自己 献出生命的 侍卫的尸体感染 仿佛信玄附体 有了坚定的精神力 像山一样不动 家康的大将 近距离看到了信玄 命令撤兵 圣赖如愿以偿地 梗下高天神城 殊不知 这背后依靠的 是信玄的威慑力 将士带来的信息 使信玄确实生龙活虎 但是家康和信长的内心 都觉得信玄确实是死了 信长解释 可能是我们两个都日夜期盼 所以潜意识中 告诉自己信玄死了 信长是革新派 对于南蛮人的红酒 信长大口喝下 家康却难以下咽 朝夕相处见 迎武者和小孙子 产生了真实的感情 迎武者扮演的爷爷 远比真实的爷爷更真实 信玄是个野心家 小孙子只是自己的继任者 但是迎武者是 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对小孙子觉得自己不怕爷爷了 正因为如此 迎武者对小孙子产生了爱 甚至为了小孙子 去其黑银居 被摔下马来 使且赶来发现 身上竟无一处伤痕 连小孩子都骗过了 最后就骗过一匹马 迎武者被赶出五天家 在雨中 被毫无尊严地驱逐 他不停地回头看 想要再看一眼小孙子 在信玄的葬礼上 影武者趴在栏杆外 看小孙子 眼里满满都是爱意 他忘记了 自己只是影子 真身都不在了 影子 不过是一道 一闪而过的光而已 信玄的喜讯传出来 家康的反应 是冷静的沉默 而信长则真性情 折扇一开 唱了一出能曲 人生五十年 大千世界一瞬间 这一幕实在太搞笑 不瞒各位 你的朋友 谦卑的叙事者 一口盐气水 喷到了屏幕上 不唱这首歌 信长这个男人 还是很有魅力的 宋赖带着五天家的 两万五千名大军 准备攻打长条 听了消息的信长 激动了 动大了眼睛 什么 煽动了 众臣们极力劝阻 主公的医院 是坚守领土 你却违医院出兵 宋赖说 五天家从来没吃过败仗 这次也一样 宋赖是现在的主公 众臣们心里 不管多不愿意 都要服从 在前线战场 崩 火 零 三位主将在蓝天白云下 轻描淡写的说 五天家要灭亡了 我们信玄主公面前再见吧 信长命令火枪队 对战马开枪 没有战马 在小勇的骑兵都没用 宋赖学着父亲的样子 但是却不像座山 山摇了 地也就自然动了 五天家骑兵大军先发出战 对阵信长的火枪队 无疑是毫无意义的送死 风 火 灵 属性 宋赖是一毛钱都没掌握 全部拿来当成一样的用 在信长的火枪声中 风火灵部队全军覆没 五天家的辉煌历史 从此结束 战场上一片人间地狱 旗帜已倒 战马也无法站立起来 营武者跟随了一路 信玄的精神 信仰 死死地盯在他的脑海 看着水中倒下的旗帜 营武者拼尽最后的力气 想去扛起那面旗 最后倒在了海水中 那面风火临山的大旗 自此消失 日本战国时代 迎来新的三足鼎立之势 知天信长 得传家康 风尘秀吉 五天家 就像那面旗帜一样 人生五十年 大千世界 一瞬间 尾巴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 营武者不是功夫 或者什么武学概念 就只是个简单的名词 替身的意思 1970年 黑字明拍摄了电车狂 改编自小说 没有积极的小镇 票房惨败 没有公司愿意再投资 黑字明的创作 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甚至试图自杀 毕竟他成长在一个武士家庭 武士精神 对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时隔五年后 乔治·卢卡斯和科布拉 两位迷地 帮助黑字明筹款拍摄新片 也就是这部《银武者》 20世纪福克斯向东宝投资 两位迷地做兼职 由于上述的原因 这部电影里 可以看到很多导演的创作困境 武天家效应善战的骑兵 在过去 那时让敌人闻风丧胆 可面对火枪 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保护银武者的侍卫 围绕在银武者四周 手持长刀 周围是硝烟弥漫的火枪 一方面 武士道精神 是那么的值得尊崇和悲凉 但过去 一直以来坚守的精神被摧毁 会让人产生巨大的矛盾 是继续坚守 还是拥抱新闻名 知田信长显示新闻名的拥抱着 对火枪的大规模使用 毫发无伤地击杀了 过去不可阻挡的武天家骑兵 胜赖想要脱离父亲的英勇 抛掉过去父亲制定的作战方针 努力开拓新疆土 但可悲的是 一方面胜赖没有理解父亲的战略 对过去是不了解的 另一方面 冒进自杀 对于新闻名 新事物又是不够理解的 这就等于不了解过去 也不理解未来 不了解过去 也不理解未来的人 表现之一 又是狂妄 知田信长是革新者 大量使用火药 鼓励自由贸易 种顿交通路线 开设新干线 啊没有这个 总之就是开拓了 日本近代化的学习之路 最后在即将统一全国的前夕 遭到心服加成的谋反 自杀身亡 崩尘秀吉和德川家康 继承了知田信长 打造的社会基础 德川家康是典型的 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者 看电影中穿的衣服 就能看出来 德川家康的人生诡计 就是合纵连红 胜不交败不内 输给奉尘秀吉 又向他臣服 奉尘秀吉死后 确立了霸权地位 活到了74岁 相当高龄 这部电影可以看成是 电影版的乌合之症 个人的自由意志 在群体中会消失在尽 结果就是被领导者的意志 所操纵 进入一种虚无的状态 没有分辨能力 表现出很高的道德感 容易被形象 臣服 断言的语言 所打动和鼓舞 小偷当了好好的 被忽悠 忘记了出心 最后被虚无的 帝国主义的 领导者的精神 轻入脑碎 在极高的道德感中 为领导者的精神而死 如果当初不忘记出心 秉持一颗 坚定的小偷之路 干一票就跑 就没那么多破事了 这部电影 还让我明白一件事 草地音乐介绍去 小心冷枪冷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